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听过全球不同的民俗文化 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 似乎对其他国家的角色都非常了解 但身为台湾人 你知道我们有属于自己的恐怖都市传说吗? 这些都市传说既不灵异 又是真实发生在这块土地上 让亲身遇过的人都说 比安娜贝尔还恐怖 身为高雄人的我 也必须尽责地告诉你们 四个真实的高雄恐怖传奇都市人物 之前推广的Surfshark VPN 再次要带观众 一览无遗的看到更多其他世界的奇怪影片 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 许多人在家里 花更多时间看Netflix和直播平台影片 以及上网购物 但是有时候有些节目却被防火墙挡住 有些想看的片看不到 只要一个账号 Surfshark 就能让你无限制时间 以及使用无限制任何装置 就能无限制的藏油网络 同时又能保护个人资料 反走过壁无痕迹 连害客病毒都无法找到你 还可以使用Surfshark 在其他网站上找到更多网牌购物更好的优惠比价 现在起至11月28号办Surfshark 可享有黑色星期五优惠 最高可享有八三折以外 还另外再加码4个月免费使用 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第四 幽灵香肠博 高雄山凤光附近 有一家只有在午夜才会出现的幽灵香肠坛 其实香肠博跟林依一点都扯不上关系 但是因为它的香肠 好几十年来都以同板架美食拍卖 声音非常好 加上只有限定在凌晨午夜才会出来摆摊 又没有招牌 有时候阿伯还会卖到一半突然消失 这样神秘的香肠坛跟阿伯只有在午夜出现 难免会让人一边吃着香肠一边感到毛骨悚然 后来在2013年被新闻报道出来后爆红 许多人都熬夜出来朝圣 人太多还被警方关注 后来香肠博消失了 将自己这个爆红的幽灵香肠脚踏车传给了接手的人 真正的阿伯仍因为年老中风在安阳院 退下了幽灵香肠博一致了 第二点烟香肠博终于来了 现场早就排了不少要买香肠的人客 不过阿伯好担心 担心警察又要来赶人 阿伯话才刚刚说完 侠气局员就出现了 第三 不会变老的水店陈彩佑 之前网路有一阵子一直流传一张男子的照片 然后说几乎90%的人都在梦里见过他 而高雄也有这样的人 只要住在高雄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男子 也没有人没看过他 他就是水电陈彩佑 陈彩佑是一名水电行老板 他拿自己的黑白毕业照当作宣传广告 十年多前还拿这张照片改成漫画可爱版的大头照 这样的照片贴在广告车上满街跑 甚至已经多到连墾丁的路上也会看到 陈彩佑目前已经60岁左右了 但广告上的照片还是那张毕业照 给人有一种永远不会变老的错觉 他的宣传车还因为显眼曾经帮过警方破案 抓到了肇事逃逸的嫌犯 说到传奇人物也没有人不知道这个穿着西装戴着口罩骑脚踏车的东大毕业生 又称冠军哥 穿着西装骑脚踏车似乎没有什么另类的地方 但他爆红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脚踏车后面永远都会挂着一块看板 每次出现都会写着不同的标语 高雄最有名的都市传说人物就出现在凤山 许多爱飙车的人最怕的不是警察而是他水果阿嬷 他穿着一酸蓝白脱衣服破旧凌乱 手里拿着几瓶纯手工果汁霸气的走向停红灯的骑士要来卖他的果汁 只是他的果汁都是拿市场丢掉的臭酸坏掉水果 徒手砸果汁装到路上捡来的宝特瓶 强迫停红灯的骑士购买 加上根本不给骑士拒绝的机会 他都会直接将果汁丢到机车上 顺手拿机车上的饮料物品等霸气的遗物换物 当地人都知道到了那个路口 不能当地一台停在百姓后的人要提早停下来 不然就会被阿嬷拦下 在当地可以说是另类的传奇人物 只要讲到果汁阿嬷没有一个凤山人不知道的 有网友曾经被抢过便当、贤素级甚至直接拿骑士的饮料盒 如果是开车的也没有办法逃过一劫 因为他也会敲玻璃 甚至没有上锁的会直接被开车门 强制丢饮料到座位上 果汁阿嬷在几年前被警方关注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 有报道说他精神有问题被家人带回去 也有传闻他年纪太大没有力气走路炸果汁 不管是什么 果汁阿嬷已经是凤山无可取代的 传奇诡异都市传说了 如果你是高雄人你没有遇过这些人吗? 如果你住在的地方有特殊另类的都市传说 欢迎寄信给我或是在下面留言 喜欢这个影片可以帮我按喜欢和分享 想看更多不要忘记订阅 那我们就下次见啰 拜拜